上課囉 上課囉 大家晚安 雖然天氣突然變很冷 但是也要有精神 大家晚安 好 最有精神的是一個小朋友的聲音 歡迎你們來到鐵華村 今天 我們早上還熱得跟什麼一樣 昨天還大概要 30度熱得要昏倒 我知道你生氣很冷 他是我們的村狗 他叫小頭 謝謝小頭 小頭你不要幫我主持 再主持下去我就交給你主持棒 我是鐵華村的村幹事 我叫大大 很快速的介紹一下周遭的環境 他是朋友 我們要交朋友 他跟你一樣黑色的 好 那 今天的你們 你們購票進場 今天所有票據都可以在 我的左手邊右手邊 八台對換飲料 我的後面這邊 藍屋子是工作人員 跟特別是歌手這邊的休息區 所以非工作人員或表演者 請不要進出 那 他說對 那今天呢 因為我們要配合 為了要配合明天的 如廣中的表演 所以我們的區域有點做小改變 但是今天還是會有一些慢事急的朋友 在那邊 所以你們會來這邊吃一點東西 吃一些奶酪 乳味 在地的東西做的 做的一些小甜點 商品什麼的 那 洗手間在你們的正後方 請放心鐵華村的洗手間 周圍300公尺應該最乾淨的一間 然後抽菸的朋友麻煩 鐵華村全區禁煙只有那個地方 你看有個人舉手了 正後方 洗手間後面那邊 灰手你的手 只有那個地方可以抽菸 其他地方請不要抽菸 我們互相尊重彼此的權利 好 那今天的兩組表演團體 《飛行荷蘭人》 外面說 應該比較像是國外的那種 鬼故事的那種主角 那可是呢 有去這個團體的 音樂還滿 滿熱絡的 重點是他們做的東西 他們做的音樂還真的滿 滿有那個 滿有哈利波特的感覺 一些名稱啊什麼的 那這會是一個非常熱鬧的團體 剛剛聽到他們在錄製的時候其實 覺得滿有趣的 充滿了活力 OK 那麼下半場的 四位 這是一個很獨特的聲音 那在聽到這個聲音的時候 其實感覺 感覺 會讓人耳朵 維持一亮 我覺得今天的兩個團體在未來的流行音樂界 應該都會 綻放出他們不同的特色跟感受 那也相信 在鐵花今天 你們在這邊 雖然天氣有點涼 會給你們一個非常熱烈的一個晚上 OK 好 好 我話不多說 那本人景代表台灣好基金會跟鐵花春 謝謝你們今天晚上來這邊 對 還有一件事情 四位說他們今天 你們都沒有帶CD來對不對 都沒有賣作品 不過四位說 他會在那個票口那邊 讓你們去登記 如果喜歡他的東西 可以去登記他會 會再聯絡 反正就是一種另類 有夠蠻有意思的一種做法 推摸自己的一種方式 好 開始了 我們現在就熱烈的掌聲 歡迎第一個團體 是誰 飛行河拉人 掌聲鼓勵